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防部昨天表示 上周被击落的中国侦察气球是北京广泛监视行动的一部分 侦察气球计划行之有年并涉及五大洲 中国侦察气球上周被发现入侵美国领空 随后遭美军击落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昨天在媒体简报上表示 确定气球来自中国 过去也有四次类似事件 其中三次发生在前总统川普任内 拜登继任总统初期也曾发生一次 尽管不愿透露太多情报 但赖德表示 中国侦察气球计划已经行之有年 不止在美国境内被发现 在五大洲 包括南美、东南亚、东亚与欧洲等地都曾运行 这再次证明中国仍是步步进逼的挑战 对于中国坚持气球是出于民用用途的说法 赖德明白表示 保证绝非民用 我们百分之百地确定 就美方的了解与观察 这是侦察气球 具有情报收集能力 华盛顿消息 今年1月 美国的国债已经达到了31万4千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 联邦财政部正采取临时支出措施来帮助政府避免债务违约 然而国会两党目前仍在围绕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讨价还价的争执 尚未达成协议 对此 美联储官员卡什卡里昨天警告说 美国政府一旦发生债务违约 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联邦政府的基本职能将陷入瘫痪 并对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纽约消息 迪士尼公司周三发布最新财报 并宣布计划重组为三个部门 同时裁员7000人并大幅削减成本 迪士尼执行长鲍伯·伊格尔表示 计划创建三个核心业务部门 迪士尼娱乐、ESPN和迪士尼公园 体验及产品部门 并削减55亿美元的成本 迪士尼还表示 计划裁员7000人 截至到去年10月 公司员工总数约为22万人 其中约16万6000人在美国 约54000人在海外 伊格尔周三晚些时候 在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这次重组将使我们的运营方式 更具成本效益、更协调、更精简 我们致力于更有效地运营我们的业务 尤其是在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下 此外 迪士尼的财报显示 第一财季净利润为12.8亿美元 和每股70美分 营收为235.1亿美元 高于去年同期的218亿美元 伊斯坦布尔消息 据法新社最新报道 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遇难人数已增至近2万人 报道说 在寒冷天气条件中 找到被困在废墟下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天表示 土耳其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6170人 受伤62914人 此外 叙利亚方面有3162人遇难 两国遇难总数达到19332人 据土耳其总统府消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昨天抵达镇中卡赫拉曼马拉斯省 重灾区哈塔伊省等地视察灾情 并在灾区发表讲话 他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帮助灾民克服困难 他还说 目前在哈塔伊省部署超过2万名士兵和警察展开救援工作 政府将加快清理废墟 在受灾的10个省份 为无家可归者建造住房